最近因为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在布云罗斯艾利斯 达成一个90天的协议 那么许多人在问一个问题 川普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他们俩是不是好朋友 或者说川普在帮助习近平 有些人甚至在猜测 他们是不是在唱双谎 刚开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没拿他当回事 但是问的人多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回答一下 很多人产生这种疑虑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们看到的他们俩的交往 那么川普本人提出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这个话已经说了一年多了 最新的一次是在联合国回答记者问的时候 川普有这么一个回答 虽然他还是很尊重 但是我们可能已经不再是好朋友了 这个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产生思议 这个在国际政治中其实很正常 为什么说正在发生对峙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 还存在一个好朋友啊 还存在一个好朋友啊 唱双谎啊 这么一种 就是大家的猜测啊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前 他曾经说过一段话 在墨西哥说的 他说我们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贫穷 三不去折腾你 这段话呢 他其实有一点做到的 就是第二点 他不输出贫穷 你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说他不让中国人往外跑 是不是 他不让大量的中国人 自由的出入中国 或者说 他把这些人要是放出去 周边国家的压力将会很大 那么作为川普来说 他希望习近平做到的 其实就是一点 挡住中国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看啊 习近平他从上台开始 他就一直在做着一件事 就是做大做强国企 回归计划经济 中国曾经在 前三十年 大力的推动改革 非常非常希望 让中国走向先来 很多人在推崇 中国利用这个全球化 其实他利用的是拉登 知道吧 如果没有拉登 他连全球化 他都加入不了 因为前面有个六四 那么好了 拉登救了他一命 那么中共 利用全球化 大力的发展了自己的工业 除了轻工业 其实重工业 也在突飞梦境 那么中国加强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以后 那么曾经在前沿科学上 他们也试图进行一次反抄 因为中国政府 他误以为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发展模式 能够让他和平的崛起 其实你翻开人类史 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没有和平崛起的国家 或者说大国 因为他想的是要反抄 反抄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看到的人类进化史上 没有一次 作为一个全球统治性的力量 他不是通过战争 来奠定自己的位置 那么中国领导人 他始终做的是两手打算 一个是所谓的和平崛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旦被困 立马掉头 转回计划经济 这两手 其实他们一直在做 我们看到中国 近十年来 领导人的切换 它是很模糊的 中共有没有一些 捍卫自己的理想 愿意为这个 中国的复兴 去付出 或者说做点实事 一板一眼 打好基础的呢 有 不是没有 从基层到中央 这一类的干部 其实很多 他们非常非常希望 能够带领这个国家 进入现代化 而且曾经有过一些争论 就是实现工业化以后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 在推动政治改革 那么党内呢 从三十年前 就一直有政治改革 与经济改革同步 或者说相配套 这么一种观念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 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没有这样子 他现在提出来的是什么 他要进行一个新时代 就属于他的时代 这一届知青内阁 他们完全依据 报表上虚假的数据 试图来撬动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 秦始皇定位一尊 是吧 他有个前提 叫六王碧四海裔 他把其他六国都灭了 现在天下就是他独大 车同鬼 苏同文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致命一尊 但是现在呢 半年前我们看到 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口号 以习核心为代表 要定于一尊 就是以习为主的 这个核心 他要在全国范围内 在每一个环节上 他都要有决定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贸易战已经开打了 美国已经从各方面 开始对你说不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要强调定于一尊呢 因为其实 外部世界的风度 对中共目前的 统治健康来说 它是有利的 我们不能只看到 中共不允许 企业家 或者说 普通的国民 是吧 往外走 你也要看到 今年以来 发生了很多变化 首先 各个主要国家 对中国的工业品 尤其是 盗用了西方知识产权的 一些工业品 开始进行严苛的审查 甚至有一些西方国家 比如说德国 他对外资 进入德国 试图控制他们的产业 甚至参股 参股比例稍微高一点 他就开始调查 这个调查原来的比例呢 是25%的股权 现在已经降低到15% 未来可能会更低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现在世界 有一股潮流 它在逐渐的塞里 前期对中共的放任 是吧 因为你不在游戏规则中游戏 即便是全球化 你也要在规则中 去跟人家做 买卖也好 或者说交易也好 是吧 你又想 贪图全球化 贪图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又试图去改变规则 你目前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不仅仅是中共 在阻拦中国人往外走 西方国家也开始 进行了堵截 这个堵截 首先是针对国企 针对大型的 有可能有 国资背景的民间企业 那么现在呢 现在开始抓人了 许多中国的企业家 或者说在海外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前期就是做了很多 违背惯例的一些事情 当然了 在西方国家 可能被认定为违法案 在中国人眼里呢 他们走在边缘里的 或者说藏在河边走 人家现在开始 收拾你一个一个来 把中国大量的企业 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定点清楚 抓捕一些相关人员 涉及到经济犯罪 人家是以刑事案件的名目 来抓捕审判理 客观上 西方政府 其实帮助中国 对中国已经获得了 经济上成就的一些企业家 进行了风度 说白了一句话 你逃到国外 你也不一定能站得住脚 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连续地出台了一些政策 这些政策 可能在个别地区 它是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的 总体的环境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吧 小企业 你想注销 很难 农村 已经开始改变了 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大力地推广了什么呢 叫农民合作社 在他之前就有 只是他提出来了 要加大力度 什么叫加大力度呢 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消息上来看 极有可能是回归公社化 他让全国每一个行业 包括农村 都走回计划经济 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自循环 因为中国的问题呢 首先是国土面积不大 资源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风雨 原先做一些组装加工业 他不管怎么说 他是从农业转变为工业 我们也知道工业的利润 它是农业很难比例的 那么但是工业呢 它的基础并不强 从50年代 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基础工业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80年代 由西方国家 帮助中国建立的现代工业 它这个基础 其实是很薄弱的 说起来门类齐全 但是高精尖的东西没有 不仅没有 涉及到基础产业的 其实很不牢 中国过去的30年 一直在推动 是组装加工业 它为中国锻炼了一批技术工人 但是这批技术工人呢 它不是全方位的 现在中国如果说 要走向自力更生 它会感觉到 第一 科技跟不上 基础研究缺失 这东西你不是靠偷一张图纸 是吧 买一个方程式 你回来之后 就能自己加工起来 不是这样 基础科学 研究不到位 人远不够用 工具 现在有缺失 对吧 有很多研究 它是靠大量的数据来支撑的 那么这些数据呢 你自己没有走过这个过程 你现在要出现的问题就很大 你一切都要推导重来 西方国家呢 它已经开始 对中国各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未来可能我们见到的会更多 那么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中国要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将会很难 所以他们 急迫地想建立 一套自己的体制 这个体制它有一个前提 必须要围绕中央 在有限的资源中 找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中共在快速地左转 这个左转 以前我们只是预测 或者说 有这种倾向 现在我们看到连续性出台的 各个省市的政策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左转不是破绽媒体 而是已经启动了 许多人他并不想听真相 他们想什么呢 他们幻想着 川普和习近平 不管这么说 有一定的私交 双方都很尊重对方 美国要的只是 是中国在规则中游戏 是中国在规则中游戏 会放出一条深路来 抱有这种幻想的 真的谁也帮不了你 因为中共整个执政团队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统治权益 他们并没有考虑过中国人民的幸福 生活的美满 是不是能更加快乐的 更加祥和 在这个国度里 与全世界各个国家交朋友 去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这只是领导人嘴里面说的一套理论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能够兑现的东西 川普只做了一件事 他用全球联动的外部压力 帮助中国 稳定了美国 中国的历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外地 或者说有 外部强大的一个势力 来压制的时候 他们会抛弃 一切政见 共同对外 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个例子 是抗日战犯 虽然 后面有一些小动作 但是总体上 整个国家 它是能凝聚起 一股国家意志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 敢让中国 完全放开 因为中国一旦放开 中央政权 丧失了 它的统治了你之后 各地 尤其是边疆地区 将会出现大量的烂民潮 谁也收拾不了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 因为外部势力压迫 而导致中国内部产生一股被迫的团结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近代史上就发生过 我们也不用为国内的民众过于的去贪心 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知道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当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都开始陷入一股不稳定的这种螺旋状态 七摇八换的时候 你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中国现在面临的 不是民主 或者是政变 而是什么 而是为了生活 为了更好的 更稳定的 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生活下去 这是一场被迫的战争 团结仅限于统治集团 整个下层的民众 他们在 生活水平逐渐的降低之中 他们自然会寻找到一套 推翻这个体制的方案 从明天开始 有一些热点新闻出现的时候 我极有可能就不做预告中的这种节目 或者说顺眼一天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热点的东西很快 有一些新的新闻热点 那么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发现了以后 我有可能会直接做出自己的视频 那么把原先预告的视频推迟一点 希望大家能理解 另外我在视频结束以后 我会在标题下面公开自己的电子 如果说有一些观众觉得我话没讲完 或者说有些东西没讲透 或者说有的地方讲错了 没问题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留言 这样大家有一个交流的节目 好了 谢谢大家